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在全球央行年會發表鷹派的演說 美國9月再次升息三碼 讓外資逃離台股 台幣持續的嫩咖 在台幣為指貶之前 互盤策略會持續的下去 不過今天台股是利空淡化了嗎 一天的時間就彈上了萬五 雖然尾盤下壓 不過今天是小掌收紅 台股一片光明 我們昨天說指數就讓他繼續的遊走 反正有國安在 我們操作的策略只要稍微轉個向 還是有一些股票可以賺到籌碼紅利 昨天有看到節目的朋友 都抓到了雍智生計 今天跳空漲停直接賺了9% 失去信心的股民 節目給你股氣 頻道訂閱起來不要氣餒喔 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股市的炒店投資不斷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邀請到的是 林漢偉分析師 老師好 Coco好 大家好 老師今天台股是攻上了萬五之後 又下來了 最後是沒有站上的 要怎麼怎麼回事呢 等一下聽老師微微道來囉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在上個禮拜五呢 鮑爾的會後談話是比較偏音的情況之下 讓台股在昨天的時候是大跌300多點 但是呢怎麼只過了一天的時間 台股今天是再攻上萬五呢 這個利空是淡化了嗎 而台股呢是一片光明 今天的光學族群表現得非常的好喔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台股走勢 台股呢今天是在電子股回神的領軍之下 盤中是有一度大漲百點重回了萬五 像台積電呢一路雖然是在平盤上下的震盪 今天最高呢有拉到500元 但是尾盤下壓回到了496元 成為今天加權漲勢收斂的原因 像是鴻海聯發科還有台達鏈 今天都是小漲的 光學股呢也是在蘋果將推出 AR VR的新品激勵之下紛紛有光 生技股呢就不用說了 依然是盤面的焦點 中漲是小漲27點 收在14953點 漲幅為0.18% 成交量為1830億 量是比昨天還要來的少 貴買的部分呢 漲幅為1.35% 成交量為621億 來看一下三大法人 今天是合計賣超178億 外資是持續的賣超台股184億 投信是連48買買超為14億 老師這邊呢就要來問您囉 您覺得呢台股今天算強勢嗎 因為它今天有攻上萬五耶 但最後呢是沒有站上的 老師會怎麼看今天的台股呢 我覺得今天當然指數是有一點弱勢 那弱勢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當然在於說 因為今天是這個負台指的結算 那尾盤的部分可以看到 刻意做一些壓盤的動作 像今天的台積電啊 今天一些大型的全職股 尾盤都往下壓 就是因為整個負台指在結算的時候 其實外資如果說在負台指的空單水位 比較偏高 那它可能就會順勢 壓低結算的一個動作 所以今天我覺得尾盤這個上影線 留的稍微有點長 有部分是因為負台指結算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區塊的當然在於說 因為目前可以看到 國際股市的部分 不管就美股的納達克指數 或費半指數 其實都有一點高檔 往下追接回頭 那台灣剛好電子占 整個台股權動是比較高的 所以最近如果半導體的股票不強 電子的股票不強 或說美股的類似 建壓股股票開始回檔的時候 但你看整個大盤指數 你會覺得說 這台股看起來好像就有點虛虛的 有點弱弱的 但我們整體上來看的話 還是可以看到 如果光就這張圖表的線圖 我們現在台股 你看到下面那條紅色的月線 跟這個橘色的季線 其實在上個禮拜已經出現黃金交叉了 雖然說目前是失守了這兩條均線底下 但如果說接下來 不管是說8月底 9月份行情能夠重回到月線以上的話 代表說其實整個一個中線翻多的架構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存在的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把這個 加權指數換到月線來看 看它的月K棒 你可以看到7月份的部分 台股的月K是出現了一個紅K棒 也就是留了長的下影線 因為那個月份來到這個 國安基金進場的關係 所以整個指數 從原本看起來快要一度跌破 這個14000點的大關 就拉了一個非常長的下影線 那7月份的月K 你可以看到高點是收在15035 那當時的7月份最後一天 剛好收在15000點的整數大關 所以也代表說8月份 我們現在明天就是8月份的一個月K的 收K棒的一個時候 那8月份的月K的開盤價在14982 代表說明天台股 如果能夠反彈占到14982以上的話 整個月K棒會出現一個紅K棒 那如果能夠更上一層樓 直接突破15035的話 代表說連續兩個月的一個月K 都收過前一個月的高點 而且大盤你可以看到從18619 這樣跌下來之後 其實這是首度出現月K棒 連續兩個月過高的 那代表整個一個中線的架構 反而有持續轉強的一個態勢 而且如果你月K棒來看的話 我們都知道沸坡南西係數第8個月K 是一個轉折月 那轉折月出現一個十字K棒 也代表多空即將變盤表態 那9月份的行情就會變得比較關鍵一點 也就是說9月份台股能不能更上一層樓 萬五會不會成為所謂鐵板一塊不會再被跌破 那就要看9月份台股的股市 會市 債市這個表現 那目前來看的話 我覺得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定論 所以我們先以短線上來說 就是明天整個大盤指數的重點是在於 要收在14982以上 代表月K就可以出現了連二紅 因為我們今年大概從2月份以來 你看到月K棒就一根黑一根紅 一根黑一根紅一根黑一根紅 那如果明天還是一根黑的話 代表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紅黑交錯的慣性 還沒有改變 對 那這時候 但9月份如果以這個慣性來講 9月份有機會收紅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去扭轉 這個原本這個所謂的一個 比較偏向空方修正的一個格局 所以當然就代表說 接下來在明天的收盤就非常的關鍵 那明天剛好又是MSCI的季度調整 對 那所以就明天非常難去猜它的多空 因為明天大概在尾盤會爆出大量 那但是如果以這個今年外資 在台灣的提款金額來說 已經賣的一兆多了嘛 所以就算MSCI季度調整 是調降台國的權重 但以外資賣這麼多的情況裡面 我覺得應該要再大賣的機會 反而不會那麼高啦 也許說它可能賣過頭 反而明天尾盤會回補一些買盤 讓整個指示網上拉高 所以當然明天就是看 最後那個MSCI的季度調整 我覺得變得會非常的刺激了 會不會其實那個國安基金其實也在看這個 如果明天呢 是沒有來到14982 它會不會進場護盤呢 好期待喔 對啊 操盤手可能看到這個節目就說 那我們要收在14982以上 讓這個觀景改變 我覺得當然明天就拭目以待了 是的 控盤控得非常的漂亮 好 那老師今天盤面上呢 除了生技族群之外呢 有一個族群就是光學股了 真的是都有光耶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則新聞呢 蘋果元宇宙的新產品 船明年會亮相它會結合 AR跟MVR的技術 老師會怎麼看光學股呢 對 因為我們講說 其實去年開始的元宇宙 很多人都說 在這個元宇宙要能夠成熟 一定要最大玩家進場 蘋果發表元宇宙之後 果粉開始去買這個元宇宙的頭盔 那整個一個應用啊 整個一個生態圈才會比較豐富起來 所以目前市場在全面性的矚目說 蘋果明年的MR頭盔 到底能不能出現這種殺手席的一個創新的發展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在這個消息傳出來 就是蘋果開始去註冊它相關的 VR頭盔的一個相關的註冊商標之後 其實最近在台股當中 所謂的一個蘋果供應鏈裡面的光學鏡頭股票 今天表現就非常的強 像今天的玉晶光 今天的陽明光 都出現全面性的一個走高 所以當中也代表說 其實現階段已經快要到9月份了嘛 對 原本這個第四季就有非常多的科技的新品 也是電子的旺季 所以這時候如果說這個題材能夠開始加溫 能夠開始點火的話 我覺得其實市場會對整個元宇宙族群 還是有比較正面來看待 因為除了蘋果要發表它的一個MR頭盔以外 其實現在全世界試占率最高的是 這個Meta的Oculus的頭盔 它也預計在10月份要發表它的新品 應該是Oculus三代啦 那預計說這個售價會很高 但功能會讓大家有點耳目一新的感覺 是 所以也代表說這樣的題材 在10月份的臉書的頭盔 在明年的蘋果的一個頭盔 陸續發表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題材 它還是有持續擴散輪動的一個效應 從元宇宙 從光學鏡頭 從MILED 從IC設計 甚至說擴散到遊戲族群 我覺得可能在接下來的第四季 都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族群擴散輪動的一個效應 可以產生 好 那我們就乾脆直接來看一下 郁金光的現行能不能好好佈局嗎 對 我覺得郁金光蠻有趣的啦 因為郁金光其實最近最大的消息 就是跟對岸的天鋒正軍的郭明錦槓上了 因為郭明錦不斷在放郁金光的利空消息 說蘋果會掉單 會砍單 郁金光的良率不夠轉單到大利光 但是發現到郁金光股價經過幾次的利空下殺 它現在反而緩步站到所有軍縣之上 而且每次利空下殺都亮說 網上攻擊就帶亮 也代表說我覺得這個是有心人士在利用消息面 來做一個洗籌碼的動作 那籌碼洗完之後 如果接下來這個旺季真的來臨 那我覺得可能郁金光 它股價其實有比較大的一個想像空間 因為去年的元宇宙 郁金光曾經一度從 也差不多300多塊啦 漲到快到600塊 那股價也經過一波的修正回來之後 最近開始股價又慢慢在這邊呈現 轉強的一個態勢 所以它以今天的一個量價結構來看的話 今天是出量 創下短波段的一個反彈的新高 那離前面大概450塊 那附近大概有一點點 所謂高檔的一個反壓區 如果說在接下來 因為下禮拜就是蘋果的一個星期發表 本來郁金光就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鏡頭廠商 如果他以公司派的說法說 他沒有掉單 那如果你接下來看到郁金光 在8月份 9月份營收 真的有看到蘋果拉貨潮的動能的話 我覺得股價會還他公道 因為你如果去看其他的光學類股 很多都已經來到波段高點了 郁金光如果沒有過敏期的事件的話 我覺得他股價其實應該早就說不定 都已經來到到480到500塊以上了 所以我覺得以他的一個 今年的營運狀況來看的話 目前這個價位我覺得算是相對合理 然後離季線離月線沒有漲得非常的多 那以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其實接下來如果說看到說 法人開始在做一個加速的 回補他的持股的話 那等於郁金光我覺得 其實在這邊持續轉強 走高的機會相對比較大的 那再往下一檔來看 就是今天表現最強的是陽明光 因為大家直接點名就是說 蘋果明年的頭盔 就兩個鏡頭廠商會出貨 一個是郁金光一個是陽明光 那郁金光出一半 陽明光出一半 那你說那陽明光為什麼今天是漲停板 對啊還跳空 就是因為他股本相對比較小 而且他也只有這個題材 是 他不像郁金光 他可能還有手機的鏡頭的題材 有車用鏡頭的題材 所以他就有點被分散 就是說雖然說可能對蘋果的頭盔有想像的空間 但大家也會擔心說那蘋果的手機 如果賣不好或非平的手機賣不好的話 對於一金光會不會營收 反而去忘記不忘 但陽明光本身做的是投影機 那另外他打入到蘋果的這個 Pancake的一個供應鏈的一個部分 那也代表他其實比較這個 純度比較高啦 所以股價反應就比較激烈 你看他昨天其實陽明光 還一度打跌到90塊以下 對啊那時候就是買點 對那時候就是一個買點 因為你看他這邊昨天跳空往下 今天跳空往上 那一邊就有一個類似 倒撞缺口的一個情況 只是說只有一根 我覺得不是具備非常明顯的代表性 但大家就觀察一下 如果說今天的跳空缺口 一直都沒有回補的話 我覺得股價是有機會再往上墊高 因為目前月線也即將要再往上墊高 季線也同步再往上走高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接下來陽明光能夠補量 其實越過前高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整個多方陷阱 我覺得多方架構都還有機會延續 因為既然時間表已經出來了 就是說陽明光前幾年的問題就是 一直傳說他打入到蘋果供應鏈 但蘋果新品一直沒有發表 但現在已經確定明年要發表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材有機會 讓陽明光股價繼續維持一個強勢的表現 那再看下一檔股票 先進光的部分 那先進光其實要還是要先跟大家釐清 先進光本身他比較沒有做到手機的鏡頭 他比較偏向車用鏡頭這一塊 那因為他跟大力光之間有換股的一個協議 所以他是算是補足大力光在車用鏡頭 比較弱勢這個所謂的一個重要的 所謂的一個合作的一個夥伴 所以他股價之前的一個發動 大部分是因為大力光那時候股價開始轉強 所以先進光就跟著水漲船高 那加上說最近台股當中 這個車用鏡頭這一塊 車用零主線這個區塊 其實走勢都非常的強勁 是的 所以也帶動到先進光股價 在這邊也重新做一個轉強 但這檔股票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說他股性也是比較溫吞 他大概從7月中以後到8月份 股價一直在78塊 就從75塊到80塊這個區間 經過一整個月的時間 還是在這個區間裡面 正南正去 對 所以也代表說這種股票我覺得 他如果說接下來短線上連續 往上飆高的時候 可能大家不要去追高 因為他的股性我覺得是比較溫吞一點 他的題材比較偏向車用的題材 那可能就要看一下 整個車用零主線最近的走勢 如果還是非常強勁的話 但我覺得他是有機會的 因為就EPS的數字 跟獲利能見度還是相當的強 但是說如果你是因為這個瓶蓋股 或說你是因為元宇宙去買的話 可能先進光就不是你的 比較好的一個標的 好 那還是要以車用鏡頭為主 對 那下一檔在這個 今天表現也很強的連衣光 那連衣光今天當然比較可惜 碰到月線好像有點壓回 那也是因為其實之前短樣漲多 他從27塊漲到46塊 這樣的一個漲幅大概也是 七成到八成以上 那連衣光還是要跟大家講 他也不是這個所謂的手機的鏡頭 也不是元宇宙的鏡頭 他主要是在於說 他做所謂光學鏡頭的原料 像一些所謂的塑膠 一些所謂的玻璃的部分 他做一個所謂的一個鏡頭的毛胚 然後再出貨給類似這個先進光 類似這個所謂陽明光 大力光 去做所謂再進一步的一個加工 對 他是他們的上游 對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就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他其實這幾年毛利率不斷在往上提升 但這個原物料漲價有關 那加上說如果接下來 車用鏡頭他能夠受惠 光學鏡頭 手機鏡頭 原影座鏡頭 都要用到更多的鏡頭的話 但上游原物料的一個廠商 他就有機會業績持續的成長 所以股價的部分也是一樣 現在在月線之下 我覺得其實這邊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買點 如果說接下來能夠再補量 站回到月線之上的話 我覺得其實他離前波高點不是非常的遠 應該有機會再走出一波 或所謂多方的攻勢 是 那今天老師幫大家整理了 這個市檔光學股 大家也可以透過這個線圖 發現其實都很有機會可以過前高 因為我們在節目的 在大概6月底7月初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有提前先預告了 光學股會有一波的漲勢 那之後就要看我們第二波 能不能攻上前高囉 那也要記得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上6點半準時在YouTube上面首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收看 也要記得按讚 訂閱 留言 加分享 開小鈴鐺 螢幕上有老師的LINE AT 有任何想要問老師的問題 都歡迎直接私訊老師 跟老師互動來做交流 我們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